必须要这个先变一次身啊 这个堪称是整个这个游戏过程中最想加速的一场这个BOSS战 真是无聊 反正啊 这不是说这个BOSS设计有问题啊 实在是我这个 怎么说呢 没仔细看攻略吧 不是没仔细看攻略啊 是没看攻略 想当然就上来打了 就是说你这个技能不对的话 技能配置不对的话 这个打BOSS是有多痛苦 你看我主人公还没来得及叫什么来着 没来得及变身输出啊 又被这个睡 又被睡了 不过还好啊 之前这个加速减速那么多次啊 终于是这个得到这个应有的这个成果 然后再给你来发这个冰结 所以你想来一发冰结 这好几回还要等 好 这又中啊 当然我主人公 嗯 这个叫什么来着 主人公加这个幸运加的很 基本上没怎么加幸运啊 所以说有时候这个终于长长 他几率会高一些 哎 你又来 对 其实我早想说了 按理来说这个这个怪音波的时候 打我们主人公早就应该miss了 结果他这个次次都不miss 还 嗯 是吧 反而还每次都 他有两种miss啊 一种是这个没有打中的miss 第二种是这个异常状态 他每个都有这个重的几率嘛 这重的几率不够高的话呢 就算是miss 两种是不一样的 这个没有打中的miss 会多消耗一个这个行动力 然后那种没有打中的这个miss 就是这个异常状态 这个状态没有打中的这个miss 是不会多消耗这个行动力的 对 像刚才就是多消耗了 就跟这种这个打人没打中的miss 是一样的这个效果 那现在这个其他两个同伴异常状态 真的是懒得解了 因为反正我们这边只有他一个人能做输出 是吧 其他人的这个状态并不重要 那估计再来两发的话 这个暗南塔应该是要挂了 好吧 我们之前加了这个buff 又被打消了 这样的话呢 需要多来几个回合 那被睡了就没办法了 可以用药来解 但是我这边选择是加了一个辅助 这个睡着状态下也有 这个打不出这个暴击的这个情况 像刚才那样的 这个又抽又长的这个boss战 终于是把他干掉了 头都晕了 没打过这么难看的这个战斗 好了 那这个再往上走就是这个最终的这个boss了 然后 这个跟门口的这个Gail对话完之后呢 你选择这个继续往前走的话 就不能再回去了 我们还是这个现存呢 那实际上这块我是这个切回去了 我是切回去这个卖了卖这个叫什么来着 卖了卖这个sell 然后买了这个新的这个技能包 然后才又上来的 然后上来的时候呢 肯定又打了一些怪了 然后可能这个技能呢 就跟我们之前看到的不太一样 当然没有刻意练及了 当然没有刻意练及了 这个sella他按理来说他应该是坐电梯一路上来的 但是那些这个路上的这个残像 又说明他并不是这个直接这个直达这个电梯啊 这块说是没有办法回头了 然后这个如果进去的话呢 就是没有办法再返回这个其他这些营地了 那开了之后呢 那开了之后呢 我们就到这个塔外面的这个塔外面这个螺旋楼梯了 那这个上场的是我们这个初始的这三个人 因为之前这个答法我也说了 需要这个席特的这个全体物理攻击 需要这个安吉拉的这个全体地片攻击 然后这个主人公需要他的这个抵卡加抵昆的 这两个技能 所以说是没有必要那个什么的 其他两个人是没有必要上的 那其他两个人也没有什么 就是必须要上的这个技能是在他们身上的 所以说确实是这个样子 我们把这个技能换一下啊 那这个火焰无效的这个盾牌呢 肯定是不需要了 这个装的是有问题的 只需要装一个全体物理攻击一个单体的这个特大伤害 然后这个其他的想怎么装怎么装 当然了这个嘲讽还是要装的 有时候这个嘲讽是有这个奇效的 当然了还带上这个物理反射 然后本身装了一个这个物理的这个物理抵抗 就是这个物理伤害减慢 主人公是抵卡加抵昆的是必须的 然后这个冰阶魔法 这个主人公现在上再上来 已经学会了这个全体冰阶大伤害 这样的话他跟这个安吉拉的这个功能 就是重复的 这两个当然是这个全体冰阶大伤害 这个东西是留着啊 留着如果安吉拉补这个魔法输出 输出不上的时候 这个主人公来辅助输出 辅助输出 这个魔法也带上 其他两个人就无所谓了 这个因为最终战了嘛 也不可能要 也不会要这个 也不会给这个经验值 所以说 你就不用想着说还给他们 当然了你调的话最好还是调一下 万一中途有谁死了 或者是 厂商情况不好的时候 可以把他们这个招上来这个应应集嘛 当然其实这个主人公最好还是要装一个这个 并不是特别需要吧 你想装的话 可以装上一个这个咒杀枉效或者是咒杀反射的 或者安吉拉可以装啊 因为这个最终boss是有 是会使用这个咒杀魔法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动画吧 这个世界已经快要结束了 那这个塞拉记忆恢复之后呢 是到了这个塔里 要求这个和这个安吉拉见面 然后这个非常装滴的这个通常方式 那塞拉是找了一个保镖 就是这个格杀 就是这个格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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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s to them the shell has finally cracked open you caused me quite a bit of trouble if i go back will you leave the junkyard alone i do not like wasting time do you really think i'd agree to that knowing what i plan to do through you no i can't do such horrible things please please go impressive but you are the only remaining cyber shaman it took five years to perfect the virus but you can already use it with ease however however i do not like wasting time this wasn't easy to find you care that much since you show no signs of regret i'll make this simple for you 那这个塞拉是来和这个安德鲁谈判的啊 本来是想的好好的就是这个他是那个罗那个罗沙士他的保镖 但是那我们先看完这段吧 what the hell what the hell what the hell as they go now whoa oh it's not it's not the world 那这个 中价已经开始被这个删除了 他作为这个数据世界 刚才这个剧情呢 是这个 Sara是本来是带了一个保镖和这个Angelo来谈判 说的是这个什么呢 说的是要让这个Angelo放过这个张开尔的 但是而且他拿这个自己的这个性命来威胁这个Angelo 就是说你不放过这个张开尔的话 那我就控制这个罗莎把自己给杀掉 这样的话呢 你就没有这个CyberSharmon了 这个因为这个Angelo他是想通过这个Sara 要完成他的一些这个视野 所以说这个CyberSharmon是对他很重要的 但是但是这时候Angelo是掏出了一个这个绿色的一个光球 这个光球这个样子呢 和这个家具图是一模一样的 那就相当于是这个数码世界 也就是这个张开尔的这个元代码 就相当于这个真三里面这个漩涡界的这个家具图啊 是这个世界的这个一个核心 那他这个绿色光球呢 小的这个家具图也是这个张开尔的核心 所以说通过这个元代码呢 他就能 他就Angelo就是 就是享有和这个CyberSharmon是一样的力量 他也可以这个 他在这个数码世界里面 也是相当于神一样的一个存在 所以说他就利用这个绿色的这个光球呢 是开始删除这个张开尔的 他当然了最先第一步的话 是删除了这个CyberSharmon作为自杀的这个妖险啊 是把这个罗莎给删除掉了 那现在这个CyberSharmon是失去了这个和这个Angelo照版的这么一个资本了 那这个世界也正在消失啊 可以看到这个张片的里面是看不到这个太阳 刚才那些云呢 都是这个散落了之后呢 这个世界开始被消除 那这个奇特果然是最关心这个CyberSharmon是走的这个最靠前 那这块挑了一个这个满月的一个时间啊 本来是想给希特装一个这个Max Critical 就是这个黄天之会心的 好 接下来看这个剧情动画 停下来看 我会做任何东西你说 拜托 不要离开他们 Sara 是那...Angela? 谢谢你来 我打算带你回来 但计划已经改变了 这事不再关注你 所以为什么不成功 小孩子和离开 我们已经够了你的几乎 网络! 我们带来Sara到Nirvana 所以你脱子在外面上 你可以解决 你回来 你可在我们做的什么? Sara? 我愿意 我愿意 我们可以 说再见 你不能 请回来 请回来 你住在哪里 我愿意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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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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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愿意 要生命 要死你了 想要死你 要死你了 你死了 有鬼 鬼 神仙 可爱 是 可爱 那不必是 你的回事 但你的 希望 和信仰 非常值得 这话解释一下 是这个Sara是因为 因为这个Android他是掌握着这个原代码的 所以说Sara如果是不把这个众人制止停了的话 这个Android就会直接把他们给删除掉 然后但是这个Sara是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压制这个众人 压制众人 但是这个席特和这个主人公还是冲破了他这个压制 后来这个Sara又加了一道力 但是这个主人公从头到尾没什么存在感 但是只有到这个时候才光环附体 就是最后在Sara加了两道力的时候 他还是能这个行动 并且想要这个变身 然后这时候这个Android就是把这个原代码给收起来了 他就是想看一看 因为这个实际上这个恶魔并灵是他释放到这个Junkyard里面的 这也是对应了他最后说的话 是他拨下的种子 他要看看最终成长到什么程度 然后他就是把这个揪了一下这个Sara的头 然后这个Sara控制众人这个力道就解除了 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如果是这个Android是不给众人这个机会的话 那大家肯定是只有众人就只有随这个Junkyard的一起 一起被删除了这个命运 但是这个Android他就是想装一下B 然后就给大家这个最终一战的这个机会 那这个Android他挡下了这个Sara的 挡下了这个Sara的一击 他也是能够变身成恶魔的 他这个还变身的这个恶魔是这个哈里哈拉 也就是这个阴阳神 他能现在是第一个形态是能切换这个狮婆 狮婆和比狮 比狮婆的这两个形态 白脸的时候是这个比狮婆 然后黑脸的时候是这个狮婆 然后白脸的时候是主要是以这个魔法为主 黑脸的时候是以这个物理为主 而且他会使用这个Teker的大波动 说明这个贝克上校的这个 即可大波动这招呢 就是从他这继承的 也是他给这个贝克上校的这个外挂 那这个 这个每个形态呢 大概只有这个900血左右 好吧 但我刚才没说 这个什么状态下用什么技能 好像也不是特别这个 也不是特别这个严格 在第一形态下呢 这个哈利哈拉是有这个两个特殊技能的 一个是单体万能超超超超超超特大伤害 这个基本上中了的话直接是会挂的 一个是这个触手乱舞啊 好像伤害也挺高的 但是我这次打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他使用这两招 这个哈利哈拉的第一形态 就是非常踩的 随便打 但是这个第二形态就是要讲一点这个 打他就要讲一点这个基本法了 所以说联系到这个游戏最开始的这一幕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开始他是呃 是有一个黑色的这个蛋啊 那他这个第一形态就已经结束了 呃 刚才说的是啊 你们打的不错 但是你们都没有办法逃离这个炼狱 那一上来呢 在这个游戏最开篇的时候是有一个黑色的这个蛋嘛 然后从这个蛋里面是飘 呃就是飞出了这个白色的光线穿过所有人 然后所有人都这个 用了这个阿特马之力可以变身成恶魔 呃可以看到这个塞尔是在这个 是在这个恶魔病毒溢散了之后 他才来到这个世界的 就是说这个恶魔病毒呢 最开始是这个Angel释放到这个世界里的 这个塞尔来这个世界呢 是阻止这个病毒的这个蔓延的 但是还是晚了一步啊 他降落到这个 Junkyard的时候 这个病毒是在前一秒钟 刚刚好这个 刚好这个一散出去 好了 那是这个哈里哈拉的这个第二形态 所以说这个病毒呢 就是这个按照口中所说的散下的这个种子 呃 那这个第二形态的话呢 是分为本体还有这个六个护法 六个护法呢 分别代表这个五种属性魔法再加上物理 然后这个状态下 你如果攻打他本体的话 他是这个全攻击反射 就是这个全属性魔法再加上物理反射 那当然他本身是这个破魔咒杀无效 破魔咒杀异常状态无效的 再加上这个万能他只是 万能对他的伤害非常低啊 所以说那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无敌的这个状态 那我们要优先打掉他这个护法 那刚才我的这个操作呢 就是这个席特直接去打这个冰球 打掉这个冰护法之后呢 然后主人公使用这个全体 使用这个全体魔法 全体这个冰结魔法 因为冰护法他对这个主体提供这个冰结反射嘛 他本身也是冰结反射 所以说这个席特用物理攻击打掉冰护法之后 然后主人公就可以对全体 其他的所有球 再加上这个boss本体 使用这个冰结魔法了 这样的话 这个boss他就 他就吃鳖了嘛 等于说 然后这个boss呢 每回合会不消耗行动回合 召唤一个护法 然后一旦是招满了这个 加上这个boss 不是 一旦是招到三个 或者三个以上护法的时候 他就会使用这个大招三界轮回 是万能这个超特大伤害 是伤害真的很高 所以说我们这个打法就是 让他绝对不能招出三个护法 当然这个也是非常好 非常容易办到的 因为我们主人公魔力是非常高的 这个其他人呢 对着这个招出来的这个属性球 释放这个魔法就可以了 比如说现在他招出了冰球 那我们就用这个安吉拉 使用这个全体地变 再加上刚才席特的那一下 这个物理攻击的话 是百分之百能把这个 刚招出来的冰球给打掉的 这样的话 我们相当于有两个属性的魔法可以选 就是全体冰结和全体地变都可以用 再加上席特他有一个这个 全体物理攻击 绝对能保证这个 这个敌方boss是招不出来 这个三个以上的护法 好的 刚才好像 这说的太快了 说了一大串 那他现在召唤了这个地护法 那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 全体物理和全体冰结 当然这个护法的这个颜色和这个 护法的颜色和这个 什么来着 和这个魔法的这个颜色基调是一样的 对了 忘了说这个阴阳神的 他这个第一形态和第二形态的这个 战斗音乐都非常好听啊 好像这个战斗音乐声音都被我刚才 这个大段的这个介绍给盖过去了 有兴趣的同学还是可以到这个网易云音乐 或者是你反正去哪找都有 这个DBS12的这个游戏原生 应该是流散还是比较广告 对这个boss会使用这个诅咒 使用诅咒的时候 我们还是非常有必要解一下了 当然这盒和选择把这个刚才用挑发 给敌方加的这些物理攻击都打消掉 因为这个安吉拉下盒 肯定是可以打掉这个 打掉招出来这个冰球的 那现在在解除掉这个步骤也来得及 接下来就非常这个游刃有余了 我记得他这个第二形态也是会使用这个激可 激可的大波动的 有时候这个激可的大波动会打乱你这个 这个打这些护法的这个节奏 所以说 还是有时候要有那么一点这个运气成分的 你二三个人都中了这个激可的大波动 然后这个是吧 然后他又刚好招出来是这个冰球和这个 和这个和这个地球的话 就是这个地变属性的这个球的话 那你就很难搞 那其实Boss血也不多啊 因为他并没有什么特别强的这个攻击手段 所以说打起来并不是特别激烈啊 就是我之前也说了 这个属于你找准打法的话 这个Boss就非常好打 你找不准打法 你跟他搞垃圾战的话 几回合几下就让他把这个 就让他把这个护法重新招起来的话 那你就等着吃他的大招吧 他这个大招 这个狂轰乱战的话 你是真的受不了的 当然这个Boss还会使用这个射击时空啊 这个射击时空 很有危险 就是异常状态 对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威胁 其实就是一条 会打乱你这个每回合 这个消灭这个护法的这个节奏 如果这个节奏你把握好的话 那一切都好说 你可以注意一下这个Boss这个手势啊 就是中间中间这两只手的这个手势 你再注意一下这个第二代这个主人公 主人公是吧 进入了这个最终迷宫之后 他这个攻击这个手势是一脉相成的 当然这个也是有渊源的 就是说到这个Angelo和这个Cera的这个关系 两个重的诅咒 那这样的话 那先把这个萨福特解掉 然后让他用这个冰结魔法打掉这个 打掉这个风球 好了这个Boss已经红血了 再来几轮的话就可以 就可以看这个最终的这个动画了 又找了一个冰球 非常贱 不过这次Boss还不错 没有利用什么其他的这个邪乎的这个技能 色机是空出的也比较少 对这个西特呢 也可以使用这个 也可以使用这个物理攻击 他使用物理攻击的话 这个打全体 就是只要出现的是不是这个物理球 他都能打 当然我觉得Boss血已经不多了 你可以这回合这个试一下 就直接这个物理攻击这个全体 把这个球和这个Boss同时打死 当然还是选择保险一点 因为我们毕竟已经加了这么多辅助魔法了 你在R2掉链子的话 可能不太好 好了 这也是顺利的干掉这个最终Boss 这个打不过的时候呢 这个Andrew又想又想出来这个开挂的这个手段 这个无能防弄 结果这个萨夫是没给他机会 一下是打坏了这个 这个绿色的这个光球 这突然间这个天地一变 这个这个世界急速的在被这个删除 当然刚才一击也是打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 就像这个Gail所说的 这个打开了一条这个通往这个乐园的这个大门 那这个已经很多次暗示了 这个Andrew是和这个Gail是有关系的 那实际上最后只要进入到这个光里面的呢 都会返回这个现实世界啊 我感觉刚才这个萨夫打向了这个绿色这个 树数码的这个家具图 就像 就像打开了一个这个新的这个可能性一样 套用这个建峰的一句话 一切都在这个因果律之中 他要没打那么一下的话呢 可能众人没有办法平安的到达这个 现实的这个世界 那当然了 那当然了最后还是要来一段这个煽情一点的 那这个众人在这个通往这个Nirvana的地道光里面啊 四散而去 那他们肯定会在这个第二步里面这个再次重逢的 好了那接下来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片尾了 这又是完结散花的一个 那我可以在这个不剧透这个第二部这个剧情的这个基础上啊 稍微说一下这个整个故事 这个 这个Sara她是一个Cyber Shaman 我现在就不解释这个Cyber Shaman是什么东西了 但是她是有非常强的这个数码构筑的这个能力 她自己是把自己之前认识的一些人 但是这些人已经死掉了 包括这个Surf和这个Heat Argilla和这个Cielo 他们这几个呢 在本人已经在这个现实世界死了之后呢 这个Sara在自己 她自己构筑了一个这个数码的这个世界 用来作为一个 用来作为一个这个逃避的这么 逃避这个现实的一个避难所 然后那她跟这四个伙伴一天到晚就干啥呢 就是玩 就是玩乐 就是要不然就在这个房子里面玩 要不然就是在这个海边玩 所以说才有了这个海边的这段这个录音 才有了这个游船 才有了这个Sara她自己这么一个 非常大的这么一个豪宅 但是后来呢 这个她所构筑的这个数码世界就被发现了 然后被这个军方 被这个军方所利用 军方就提了条件 是要把她这个小小的这么一个叫什么 理想箱改造成一个 改造成一个这个虚拟 虚拟的一个军事训练的一个 这么一个世界 然后这个 所以说这个Sara她本身的这个世界就被 改造成了一个叫做stage one的这么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面呢 这个就是人就被 就被这个铁律给束缚嘛 就是常识还有 有一些这个前世的记忆还有 但是他们就是被这个铁律所束缚 所以说脑子里面 就是可以忽略上其他就是其他感情都没有 就是只有这个战斗的这个 只有这么一个战斗的这么一个冲动 这也就是这个一开篇 所有人啊都是愣了巴基 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打 反正就是要打 然后美其名约啊 是给了你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去为了去这个Nirvana 所以说这个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啊 但是后来这个Angelo呢 就是决定 他就是说这个你打来打去 这个子弹打来打去有个屁的意思 是吧 然后他就像这个stage1的这个世界 也就是Junkyard的里面 释放了这个恶魔病毒 然后Sara出于对他这些 哦对了 Sara是把他之前这个 他这个四个朋友的这个信息呢 保留了起来 然后 同时呢就投入到这个重建了 重建了这个stage1 就是他之前那个 他这个之前那个避难所啊 然后变现在变成了stage1 但是他把他之前这个四个同伴的这个信息 同时带到这个stage1里面 也就是我们主人工他阵营里面这四个人 嗯 就是在这个病毒进入到这个Junkyard之后呢 这个Sara是为了去救他这个四个同伴 所以说是从这个真实世界吧 把自己投射到了这个 投射到了这个数码的这个世界 然后就发生了这个整个游戏里面的这些事情吧 当然了这个游戏 这个整个这个stage1里面的这些人 不只是 呃 不只是这个Sara的这个四个同伴 都有这个现实世界 很多是以这个现实世界里面 以死的人 他们的这些信息 然后输入到这个数码世界里面 可以说他们就是 嗯 他们在觉醒之前当然是比较行尸走肉了 但是在觉醒之后 基本上就跟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人 是一样的 就是相当于另一版吧 平行世界里面的这个人 嗯 所以说 嗯 当然了他这四个朋友的话呢 并不是现实中的那些人 那现实中的人 他们的性格和他这个 在自己的这个理想箱里面 重塑的这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我们可以认为 我们现在主人公团里面 这个没有坏人的 但是他们在这个现实世界 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原型 干过 有没有干过坏事 这个东西是不知道的 那这个军方的这个代表人呢 就是这个贝特上校了 嗯 那关于这个军方啊 当时是怎么利用这个Stage 1呢 以及这个 这个Angelo他的这个身份啊 还有他为什么要 像这个Junkyard的释放这个 这个军方病毒啊 这些就只能绑啊 这个第二步的剧情 然后再说了 因为你现在都说完的话 那就这个没意思了 好 那也是扯了半天啊 刚好扯到这个 这个片尾曲结束 这时候听到一声这个 好像这个发大水的这个声音啊 然后看到一个跟这个 最开始释放病毒的这个蛋 是一样的这么一个蛋 然后Sara是满身插了这个管子啊 这个就是这个现实世界里面的这个Sara 同时呢 这个主人公Surf也是到了这个现实世界 搞得这个好像北斗神拳一样啊 这时候呢 他走到一个荒废的这个街上 到处都是沙尘 可以看到一些人 但是他们已经变成了石头 然后这个镜头往上移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 真实世界的一幅场景啊 就是非常破败 然后所有人都变成了石头 并且有一个这个黑色的这个太阳 那这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和片头一样的啊 一个这个打出来的字 准备好面对真实世界了吗 那好 那我们第二步再见吧